哈囉大家好,這裡是關於我重生成為天龍那檔士 那這一個系列呢,是專門為新手們設計的一套教學影片 希望能夠幫助新的玩家們去融入Warframe這一款遊戲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流派分析與面板的選用搭配次藥武器篇 好,那麼首先呢,就先來跟大家談談我們的次藥武器常見的流派 那首先呢,以Warframe目前來說啊 次藥武器通常就是以這四種的玩法為主要玩法 那基本上,其實講白一點啦 大部分來說啦,他們主要的核心呢 應該說他們的本質啊 基本上都是屬於這個腐蝕之商的 那麼大家看到,基本上呢 他這個腐蝕之商啊,他的變體啊 就是我們的第二流派,連貫腐蝕族火腹 或者是我們的第三流派,連貫腐蝕復火腹 那麼至於呢,他這個隨著版本的更新啊 他又出了一些東西之後呢 導致我們的這個連貫腐蝕復火腹的這個流派 他又有一個新的延伸出去 變出了第四個就是我們最常見的流派 就是我們的阻礙存活 那接下來呢,晚上就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四種比較常見的流派 他們的這個面板需求啊 以及他們的這個盲點到底是什麼 好,那麼我們首先第一個要講的流派 就是我們這個腐蝕之商的流派喔 那腐蝕之商雖然叫做腐蝕之商 不過他們的核心其實最主要是在這個職商這兩個字喔 那也就是說,基本上你只要職商就好了 那腐不腐蝕其實不重要 那這個武器的特性的話 通常會以這個雙爆為主 然後積傷圓傷戒高越好為這個最主要的 那觸發基本上不需要啊 就是我們要走這個流派的話 有沒有什麼觸發的話其實都沒差 那有觸發的話可能通常就會去走到其他的流派了 那甚至是可能還有其他的關係的話 都會是走到其他流派 那以這個吃藥武器目前現在來講啦 腐蝕之商的這一個流派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 大家會看到他其實剛剛第一頁已經跟大家講到 洽面三種類型的這個常見流派 其實都是由我們這一個流派所延伸出去 或者是說變體而成的 那也就是說這一個流派基本上 他已經變成是真的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會去走的 那也不是說我們這些武器就不能走腐蝕之商 只要你能夠抓到他們的這一些流派的盲點 這些盲點都解決掉的話 那基本上你還是可以考慮走到這個腐蝕之商 而且效果其實不一定會比這一個其他三個流派還要來的差 那這一個流派的盲點呢 其實就是我剛剛前面一開始就跟大家講了啦 元素只是提高傷害 那這個基本上他這個流派本質是直傷 並不是腐蝕 腐蝕只是因為這一個版本 目前腐蝕對大部分的怪的這一個效益比較大 不過呢隨著最近版本更新啦 輻射也似乎崛起了 但是輻射的這個觸發其實跟腐蝕來比的話 沒有到這一個這麼的好 所以說基本上 欸你只要解決掉了觸發的問題啊 還是一些有的沒的話 那麼你的這一個元素其實就不綁定是腐蝕元素喔 再來第二個常見的流派 就是我們的連貫腐蝕組火腹 那這個流派基本上啊 其實已經漸漸的取代掉我們的腐蝕之傷的流派喔 那這個也算是我們以前的腐蝕之傷 現在比較常見的這一個玩法 那基本上他的這個武器要求啊 其實跟剛剛有一點類似喔 就是雙爆為主 元素越高越好 那觸發呢 則不需要到太高 那也就是說你基本上只要有一點點的觸發 哪怕就是那麼一點點 欸或者是說你有額外的手段能夠去幫忙 觸發了某一個東西的話 那基本上你都算是可以走這一個流派的 那這個流派的話呢 攻擊頻率當然是越高越好啊 就他沒有到太持重 那這個流派的盲點其實就是說 欸火只是一個輔助 從哪兒來的都並不重要 那也就是說你只要有這個額外的手段啊 能夠上火啊還是幹嘛 能夠去疊加這一個連貫閃業的話 那基本上你都算是可以走這一個連貫腐蝕 啊主要然後火腹的這個流派 那麼第二點呢 則是連貫閃業其實只是一個提供高CP機商 回饋給職商的一個效益而已喔 一個效果而已喔 那簡單來說就是說 欸這個流派的這個核心是什麼 核心是在於 腐蝕職商主要的這個輸出的這個手段 那簡單來說 他其實真的就是我們剛剛腐蝕職商的變體啦 只是說他就搭配了一些我們比較常見或是說好用的東西 像是我們的連貫閃業做一個輔助 還有我們的火焰波甲再做一個輔助 那本質上 他其實跟剛剛那個流派腐蝕職商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喔 好那麼再來第三種類型啊 就是我們的這個剛剛流派的顛倒過來 連貫腐蝕負 然後主火的這一個流派 那這個流派的話 他的這個武器特性要求啊 雙爆原傷其實就沒有到特別的要求了 但是他的觸發量會需要越高越好 那麼攻擊頻率的話當然也是越高越好 那這一個流派跟剛剛的流派有什麼不太一樣呢 欸有一點點不一樣喔 他這一個流派的盲點其實就是說 腐蝕他只是附帶的 那你跟剛剛的這個火其實是差不多的定位 從哪裡來的都不重要 那麼火傷這一個流派才是主要的輸出 那也就是說你如果有其他的腐蝕來源的話 其實你的這個火傷啊 應該說這個配置裡面啦 可能你就不需要再特別塞腐蝕了 你塞一個火屬性的話 其實就可以了 那麼連貫閃燕喔 欸在這一個流派裡面 只是提供一個高CP的這個機傷去給DOT 這個跟剛剛的那一句話不太一樣喔 剛剛是提供一個高CP機傷回饋給這個磁傷的效果 那在這個流派的話 連貫閃燕他只是提供一個高CP的機傷給一個這個持續傷害 那簡單上來說啦 欸就是說你如果有機傷的這個來源還是什麼 那你其實連貫閃燕重不重要呢 嗯其實也不一定啦 只不過因為這個流派本身就已經是靠這個火來打傷害的 所以通常說這個流派也是會綁定我們的連貫閃燕就是了 那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流派它的這個核心重點是什麼呢 欸就是這個連貫火 好 那麼再來最後一個流派 欸阻礙存火 這個流派的話其實啊 就是我們剛剛上一個流派的延伸出來 那為什麼會說它是延伸而不是變體呢 那主要的原因是 它是利用到了我們剛剛的這個思考模式 就是主要靠火來造成傷害 那腐蝕只是一個附帶 那連貫閃燕也只是一個提供傷害的來源而已 那基本上這個流派啊 欸就是把這個那些特性啊 盲點全部都給抓出來 然後去做一個改造去做一個解決了 那所以這個類型的這個武器特性需求 其實跟剛剛那一個會有一點點像 但是又沒有到這麼的像 那這個的武器特性需求呢 其實就是雙爆原商是無要求的 但是觸發的需求量會盡量以百觸發為主 那是不是說欸我越高啊 就是可能超出100%就不能走這個流派呢 欸其實並不是這樣子喔 我們超出100%的這個觸發喔 其實也還是可以走這個主外存火的流派了 只不過呢欸因為這個阻礙的這個賦能的關係啊 所以導致我們的狀態觸發至少至少要有到100%為主 有點類似我們的這個獵者戰備的那個 那個上個禮拜的影片呢 這個主要武器獵者戰備的那個流派的類似啊 那基本上他就是觸發至少要有100%就是左右這樣子 那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麼這一個類型啊 欸由於他的這個觸發效果 他最高最高我們就只能抓到100% 所以說他這一個武器的這個流派要求攻擊頻率會需要特高喔 會盡量的把這個攻擊頻率拉高來當作他的這個觸發條件就是了 會讓他更好觸發 然後觸發的也會比較快也會比較多 那我們的這個效益收益也會比較大一點這樣 那這一個流派的話 基本上就是剛剛的這個流派的這一些 欸盲點還是什麼 他就把它剃除掉了喔 那像是我們這裡面沒有腐蝕 那腐蝕從哪裡來? 腐蝕靠運氣來? 那麼這一個傷害來源從哪裡來呢? 欸傷害就是從我們的這個阻礙的這個效果 然後搭配我們的激昂mode 來做出一個1000多%的這個激傷提供 那滿層之後啦 他的這個收益當然是會比我們上一個流派還要來的高啊 那這邊的流派盲點其實就是說 欸阻礙只是一個輔助 火傷才是核心 那簡單來說就跟上個流派一樣 火傷都是核心 那也就是說他是三個流派延伸 而不是他的特別的變體喔 基本上玩法都是差不多的 好啦那麼前面講完我們這個次藥武器的這個流派分析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我們這個面板選用搭配啦 那上個禮拜呢 欸我們有教大家這個面板要如何去比較兩把武器不同的 然後同類型的這個配置的比較 那今天我們是要來跟大家講講 如何在同一把武器以相似流派的這個打法 然後來比較到底要走哪一個流派比較好喔 好那麼今天的主角啊 欸就是我們的這個事實之處啦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常常會有人在問說 欸萬熊萬熊 到底這個事實之處是連貫火比較強還是這個主愛火會比較強喔 那所以說這邊的話萬熊就拿自己這個影片的這個主愛火的配置 那跟這一個影片上沒有的萬熊自己用的另外一個 就是如果要打這個連貫閃燕啦 然後去打這個腐蝕複然後連貫火的配置 然後來做一個舉例 那等一下的話萬熊是會幫助大家 欸就是把他們的這些數值都算出來之後 那麼各位在自己來做比較選擇自己要用哪一套配置啦 那如果之前覺得欸看一看這些數值之後覺得欸好像我覺得連貫火比較好 那你就可以考慮直接換成連貫火了 那如果看一看覺得欸還是主愛火比較好的話呢 可能就欸直接用我之前影片的這個主愛火的配置就好了 好 那麼在開始這個計算之前啊 我們需要先來幫大家稍微複習一下這個上禮拜講過的一個萬熊的這個計分表喔 那就是我們畫面上這一張就是這個飽和區域這些區域的分布 那簡單上來講就是說欸100%到200%就是一個缺乏區域 那200%到400%就是我們常常會這個數值常常會坐落在這個區域 那也是我們的普遍區域 那400%到600%基本上就是我們的滿足區域 因為只要你的這個數值大部分都把它控管在這個區域的話 那這一個武器的這個傷害已經非常足夠的來應對我們目前版本的這些怪兒 那麼再來是我們600%到800% 這個區域的話我把它稱之為半飽和區域 那半飽和區域的話基本上就是說欸這個區域它已經快要滿了 那你再提高上去的話你的這個加成幅度也會較小這樣子 不過你也還是能夠提升就是了 你提升這個數值上去的話它還是有一定的這個數值的增長就是了 那麼再來800%以上的數值的話我則是會把它稱之為飽和區域喔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裡的這個數值啊基本上已經過大了 我們要這個提高這個可能要提高個50%的傷害的話 我們會需要去拉到400%500%的這個數值喔 那相較於我們前面的這個普遍區域啊還是什麼 要提高50%的話只需要拉個200%的數值來比的話 這個數值要求實在是太大了它差了兩倍以上喔 那盡量啊欸就是我們可能這個武器已經到飽和區域的話 可能就不會再拉上去了 那這個錶呢其實是以目前版本來分析啦 之後會不會變呢欸也有可能會變 之後可能800%以上可能只是我們的普遍區域 但是也有可能我們現在這個錶啊可能就會一直用到之後啊 好了那麼講完了剛剛那些有的沒的那些區域的分布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來計算我們的數值啦 那基本上跟上個禮拜一樣啊就是把我們要的這五大數值都給拉出來 像是我們的這個機商爆率爆商多重還有我們的元素城區 把這五個城區的數值給拉出來做一些計算之後 我們啊就可以得到我們的比較分數這樣子 那以目前來說我們今天要比較的是兩個類似流派的比較 那我們會需要先知道一下是欸這兩個流派 他們的這個差異在什麼地方喔 那這兩個流派雖然相似 但是他們差異就是在於這個前期暖擊跟後期傷害的部分 所以說這一個部分的話基本上我們就會需要求兩個數值 那兩個數值的話基本上就是以這個前期為主跟後期為主的數值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晚熊是有稍微幫大家算了一些些啦 這邊的話欸基本上晚熊就是先幫大家算了一個啊把數值拉出來前期後期的數值 然後還有把我們的這個後期的這個傷害數值給拉出來 那麼再來是又幫大家稍微算了一下這個比較分的部分喔 那這邊的話先來跟大家講一下左邊這個區塊 左邊這個區塊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這五個數值都給提取出來 那這邊有一個機商1到16.6是什麼意思呢? 呃就是說他原本這個機商沒有疊的時候是1 那疊滿的效果之後呢他則是會到達16.6 那麼大家就會發現到欸以阻礙火這一個配置來看喔 我們的這一些數值啊基本上都是普遍區域或者是缺乏區域的 但是欸但是由於疊滿層之後呢我們的這個缺乏區域 他直接被提升拉到我們的飽和區域 所以說就算他有一個這一個暴擊機率可能是這個缺乏區域的話 但是他這個傷害也是會有一定的這個程度 來打我們現在目前版本的怪喔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一套配置基本上已經可以去解決我們這個版本的所有的怪是沒問題的 那麼這一個配置的話他最終的這個計算分數就是看一下我們的右上角這個單發直傷分數啊 他就是259.4然後加78.9 那這邊來的數字其實就很簡單啦 那這邊來的數字其實就很簡單啦 就是利用到我們上上級的那一個啊計算傷害的這個效果 就是把他這個相乘 也不是同類相乘 應該說把這一些數值啊全部都相乘之後 那得到一個259.4 那麼加78.9的話則是算出他沒有暴擊的這個效果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一套配置他的這個暴擊機率其實沒有大於1 那他是這個0.54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會需要算一個有暴擊跟一個沒暴擊的傷害 那麼至於下面這個單發DOT的這個火焰傷害啊 也是利用這個方法去算一算 不過由於這個阻礙火這個這個流派的特質喔 所以說大家其實會發現到欸這一個流派他好像我單發直傷打多少 那麼我的這個DOT的分數其實就打多少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這個兩個分數雖然說看起來是一樣 但是欸但是我們實際上打出來的傷害其實是不一樣的喔 這個只是分數一樣的概念喔 他其實並不是代表這個傷害打出來就是一定是長這個樣子的 好那麼這邊有一個這個前期對照分跟後期對照分啊 這個地方比較重要的部分是因為等一下我們下一個配卡啊 需要就是兩個比較一下然後把這一個相同的部分給拔除掉 那我這邊先稍微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地方到底在算哪裡啦 簡單來說就是把這一個機傷多重跟元素的部分 給做一個相成的效果 那這邊大家會看到欸這個前期比較分有一個7.2 然後括號後面有一個2.7喔 那這個括號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欸是他這個持續傷害的分數就是了 那麼後期對照分的話 這個括號其實也是我們的這個持續傷害的分數而已 那麼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喔 就是浣熊自己的這個連貫火的配置喔 欸不過由於這個流派是走我們的腐蝕 復活組的流派 那所以說大家看到配卡裡面其實浣熊是把這個 腐蝕的配置欸給自己元素組出來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配置呢 雖然說他組出了這個腐蝕的元素喔 但是他跟我們剛剛那個配置比起來 他的射數則是下降了許多 那簡單上來講就是說 這一個分數算出來欸其實都只是單發傷害的一個比較分而已 說真的手感還是這個傷害的問題啊 這一些啊基本上還是要你自己去做自己的這個手感調整 來做一個選擇就是了 那這邊的話呢他的分數計算其實跟剛剛也一模一樣也是很簡單 我們一樣呢要把這個五大程序的這個數值給提取出來 那也就是把我們的這個左邊的這個框框的數值全部都算出來 那同樣呢也是要提取我們的這個前期的這個數值跟後期的數值 那大家其實就不難發現到欸以前期數值來看 我們的數值好像這個滿足區域缺乏區域啊普遍區域啊三者都有 那看起來是會比我們剛剛那一個三個普遍區域兩個缺乏區域還要好看許多 那簡單上來講就是欸我們其實在還沒有疊成的時候 這個數值其實已經算是足夠去打我們附近的怪了 就是已經是啊蠻蠻蠻蠻蠻痛的啦已經足夠去把我們這一個版本的怪給打死就是了 那麼至於疊滿城之後呢我們則是會來到一個飽和區域的這個城區喔 不過呢雖然說欸我們的這個基商是到達飽和區域 然後其他的是缺乏普遍然後甚至有一個滿足看起來這個後期的分數還是比我們剛剛的這個主愛火的這個啊區域的這個看起來還要好看嘛 但是但是我們的這個配置不要忘記了他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他是靠火焰的直傷來打傷害的 那也就是說元素城區啊在這個火焰的這個持續傷害來說 他的這個加分其實並不一定是完全的加分 那麼再來是這個基商的部分欸其實呢雖然說他們兩個都是飽和區域喔 但是主愛的這個飽和區域他是多了將近50%的這個數值 所以說他飽和區域雖然提升了欸再把你如果要把這個數值灌在飽和區域上面來說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但是他本身飽和已經飽和到突破天際的情況下 那麼這樣的話他的飽和區域還是會有一定的加成就是了 那我們這邊一樣把他的這個數值全部算出來 那麼會得到我們右上角的這一塊分數 那大家會發現到欸這個腐蝕負啊然後火煮啊這個分數啊這個單發直傷的分數啊 他的這個啊數值啊就是會比我們的這個單發鬥特分數還要來的高一些喔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裡面有一個腐蝕的這個元素的傷害的關係 那我們的腐蝕傷害他其實並不會增加到我們的持續傷害 那大家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加的分數其實也就是這個沒爆擊的分數啊 那再來大家比較重調的是我們右下角的這一個前期對照分跟後期對照分的部分 那前期對照分的這個地方的話基本上我剛剛有說 他其實就是把這個暴率跟暴傷給拔掉就是了 我們只算積傷多重跟元素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暴率跟暴傷 其實兩個配卡裡面是相同的 那麼我們在做比較的時候就可以用那個上上禮拜的這個晚視計算最後面呢 講到的地方把相同的東西給拔除掉 那麼這邊的話我們就算出了兩個對照分 那這邊的話可能有些人已經忘記前面的那個對照分是怎麼樣的吧 不過別擔心最後晚上還會再幫大家總結一次 那麼最後的總結呢 我們就是把這一個剛剛前面連貫火跟阻礙火的這一個對照分都拿出來看 那這邊大家會看到連貫火的這個前期對照分有一個57.9 那他的持續傷害是12.2 那阻礙火的前期對照分則是7.2 然後這個持續傷害是2.7 那麼經過他們兩個的這個分數比較 我們去做一個相處的計算的話 那總結大家就會發現到 以前期來說我們的這個連貫火打直傷的這個傷害 約是我們阻礙火的8倍傷害 那我們如果打持續傷害的話 我們連貫火的傷害則是會約為這個阻礙火傷害的4.5倍 那麼我們的後期對照分呢 基本上也是把他們來做一個相處的動作 那麼我們的總結也會出來了 我們後期的這個直傷主 那個對主那個什麼 直傷來說啦 我們的阻礙火的傷害 約為連貫火的1.03倍 那也就是說大家會發現 欸他其實這個直傷其實差不多 但是呢 後期啊 這個阻礙火的這個持續傷害喔 他約為連貫火的1.85倍 那這個數值可能看起來大家會覺得 嗯 說真的啦 這個後期的傷害啊 頂多就是這個持續傷害跳這個1.85倍而已啊 那這樣子我為什麼不拿連貫火 讓我前期火的好一點呢 那這個部分的話可能就很看個人了 可能有些人這樣想的話 那當然你就是會比較推薦你使用連貫火啦 可是呢 我自己啦 是這樣想的喔 雖然說我自己其實比較蠻支持像就是 欸手感的問題 所以說會推連貫火 但為什麼玩熊的影片最後還是推阻礙火呢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今天算的這個流派的傷害 他是火焰傷害 火焰傷害這個東西 在我很早很早以前 其實我忘記是第幾集了 反正我有講過這個元素特性的那一集裡面有說過 持續傷害裡面的火屬性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屬性的這個狀態啊 那他的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傷害是可以無限疊加的 那麼當你今天到後期的時候 他的這個火傷 你永遠疊加的這個數值 都跟另外一個配置 差了1.85倍的話 那麼你們的這個火的這個傷害差距就會拉的非常的大喔 因為他可以一直無限疊加 一直無限疊加 他每次就是 欸353535疊 那他可能疊了這個14的話 那麼他他點多就是350的傷害 那麼後期的這一個 他的是64.764.767.7的疊 那麼疊一疊的話 他最後面的效果是會有這個 647的傷害 那麼這邊看起來 雖然說他是差1.85倍這個沒什麼啦 但是呢 欸我們的這個放大10倍之後 我們350跟647的這個差距差了多少呢 欸差了非常的多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需要再花2倍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到達這個 阻礙火的這個傷害就是 我們連貫火這樣疊了10秒鐘啊 他可能就350 但是他疊了50 應該說疊了20秒之後 他才會到達700 但是我們阻礙火只要疊10秒鐘 他就已經到達640 那我們可能再疊個11秒或12秒 我們就已經超過連貫火疊20秒的傷害的 那也就是說在面對這個比較硬的怪啊 可能需要去做一直疊傷的動作的情況下 我們的阻礙火跟連貫火 他們的這個傷害差距只會越拉越大 他其實這個在火屬性來講 就是會差異會比較大一點啦 那這也是為什麼個人在這個影片出的時候 會比較推薦大家玩阻礙火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子 不過如果你覺得這個情況比較沒有差的話 那麼看一看之後還是覺得連貫火比較好的話 那麼也是歡迎就是大家可以考慮就是換成連貫火這樣子 那麼以上呢就是晚雄所動的這個流派分析與面滿的 選用搭配的次要武器篇 那這個今天啊已經跟大家講了這個 比較同種武器不同類型 但是還是走類似相似流派的配置的這個方式了 那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講了如何比較在不同武器上 然後同類型流派的這個方式呢 那麼再來下一個禮拜喔 欸要來跟大家講的這個近戰部分喔 就是要來教大家要怎麼樣去找這個 比較適合你流派啊 比較適合你的玩法的這個值卡 那也就是這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你如果知道要怎麼樣算的話 其實應該說下禮拜的這個東西我要講什麼 其實你大概也知道要怎麼賺啦 要怎麼做了啦 那你在洗值卡啊 還是說你在選要買哪一張值卡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比較找到你的這把武器叫契合 你自己的這個手感 或者說叫契合你自己的配置的這個值卡啦 好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按下你的小鈴鐺 讓我什麼心裡沒想到要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小看的WR的武器啊 或是戰甲啊 或是說打一些奇奇怪的東西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喔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我就會把他排入我拍影片形成裡面這個樣子 那麼記得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